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轿车平台滴滴出行服务三个月来,传出两起奸杀案,震惊当地社会。 滴滴出行日前悄悄恢复深夜时段轿车服务,称司机每次上路跑车前,都要先通过安全知识考核,全队才能接单,却被上线司机打脸题目过于简单。 两岁小孩都能过综合中美报道,尽管滴滴出行深夜轿车服务重新上线后,提高司机上路的限制,规定安全服务超过一千次,注册超过半年的老司机才能上路,且上路前需通过安全知识考核。 然而,一名司机却表示,安全知识考核为一连串的是非题,这题目相当简单,近是些晚上开车可以喝酒吗? 滴滴车主端有,一键报警,的功能吗?等不太需要思考的题目,让这名司机直言安全知识考核简单到两岁小孩都能过,据悉,近期能在深夜11点至凌晨5点上线的司机,确实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司机。 客人上车后,司机会主动将车程路线,抵达目的地时间,车牌号码,司机姓名等详细资讯提供给客户的积极联络人。 请订阅您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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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示您的 ?" 感谢观看